近年来国人也喜爱享受下午茶悠闲时光 也因此日子相公所是特别结合了在地休闲农庄的小农 共同开办烘焙研习课程 教导社区民众制作马德林法式甜点 推广在地农产业 也让乡亲民众能在家 自己也能够DIY制作蛋糕甜点 参加民众是大爆满 小小的烘焙坊工作室一下子涌入30位的学员 在烘焙坊小农示范操作下 各个七手八脚的学作法式甜点马德林 面粉跟泡打粉放下去 你一起过筛都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面粉比较多 这个有240公克 所以我们最好分三次 第一次筛一半 它就一半 然后筛完要马上把它拌匀 拌匀之后再筛六次 然后再把它拌匀 再筛第三次 不然就会像上次一样有克力感 软硬度类似棒蛋糕 不过口感略为湿润的马德林甜点 虽然制作过程繁杂 不过却难不倒这一群婆婆妈妈姐妹们的好手艺 从打蛋揉面团也加入创意巧思 加入在地生产的柠檬提升风味层次 巧手制作的马德林甜点成品 令人吃了赞不绝口 如是相公所谓的推广在地农产业 也让乡亲民众在家也能DIY自己制作蛋糕甜点 特别开办烘焙研习课程 请在地休闲农庄小农教导制作马德林法式甜点 仅有30个名额立刻秒杀爆满 相当受到欢迎 近年来国人也喜爱享受下午茶的悠闲时光 瑞瑟湘社区民众借着这一场烘焙研习课程 巧手将法式甜点马德林 这一股穿梭在巴黎香弄间的奶油香气 散播在瑞瑟湘各个角落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